第十五卷第二章三生之时 拓拔爷耳中轰然 如被焦雷所批 脑中空白一片 猛的朝后退了树步 争争不语 吐得哈哈长笑他 哈哈哈哈 妖女 又想用奸计骗我上当吗 那女子奄然道 居阴国主从不骗人 更舍不得骗你这般俊俏的好人 抿嘴一笑道 何况人家和你一样 都有一个也字呢 拓拔爷心中一脸 原来这女子竟是名列 大荒十大妖女之妻的北荒 居英国国主欧斯之也 居英国乃是北荒一个颇为神秘的小国 国人投蝉彩金 习以手指缠绕锤叶的茂英 盖英 蝉头彩金中 藏有诸多毒虫古物 每次拖掩茂英 便是放骨尸毒 杀人于无形 这欧斯之也 原是一无名弃英 当年居英国国王路过北荒 无知桑树时 见他被遗弃于荒野 不哭而笑 大感奇怪 又见他冰雪可爱 颇为喜欢 最收为养女 取名为欧斯之也 此女滋容娇艳 笑艳如花 心肠却毒如蛇蝎 十三岁时便杀人无数 古树毒树 与九尾湖燕子苏 挤在伯仲之间 后因与龙女 与诗妾争宠失败 被竹真神赐予 双头老祖为妾 成为老祖 最为宠爱的奴妾 双头老祖 灵虐杀人的雕毒法子 据说大半 便是出自他的樱桃小口 此女 对于诗妾恨之入骨 是已 于诗妾死讯出自他口 倒未必可信 他们是才必是 瞧见自己吹奏 金石烈浪曲 猜着自己身份 是已故出此言 让自己方寸大乱 束手就擒 想到此处 拓拔也心中烧定 念力彩扫 周身并无中毒异 呀 哈哈笑道 我是脱了衣服 撒野 难道国王也是吗 当年 在于与诗妾分别之际 她曾以自己的名字 开过这般的玩笑 此刻突然想起 心中更是酸痛难当 欧丝之野 双眼蕴红 清脆道 还以为 你是个乖孩子 没想到 也是个轻薄小子 媚眼如丝 直勾勾地望着他 哑声道 小色鬼 你既想脱了我的衣服撒野 我便遂你的愿吧 束手一抽 衣带飞舞 踩伤如云飘散 赤条条地站在拓拔也的眼前 拓拔也微痴一惊 扭过头去 呼听痴痴击响 无数锐气 怒射而来 心下大林 气随一声 蓬然自放 扑扑轻响 晚前暗器 细针 撞着碧脆色的护体光弧 灯时四下反弹而出 哆哆之声大作 纷纷射没车厢硬帝 十几个魅人上字昏迷 突中毒针 身灯时变得漆黑如焦炭 蹊跷流血 轻刻间化为一滩浓水 欧丝之也咯咯笑道 乖 让姐姐抱抱 身影极闪 炫彩气雾 蓬舞缭绕 无数暗器 密语击舍 或回旋飞舞 或如影随行 朝拓拔也 滔滔不绝的 狂攻骤打 拓拔也 无心与他周旋 莫得急转定海神珠 哈哈大笑 财物离散 密针倒流 强佩的真气 轰然乍响 在车厢内 如惊雷回荡 众女叫也未叫 历时云绝 欧丝之也 哀忧一声 朝后倒飞 千足倒百 勾在香顶横梁 迎白赤裸的铜体 微微颤抖 拍着胸脯 交喘不已 称道 你这人真坏 一点儿怜香西域之心 也没有 拓拔也毫不理会 大步走上前去 将车中众女 一一翻转 艳茶容貌 欧丝之也 眼珠一转 笑道 一 二 三 倒 拓拔也突厥一阵晕厥 心下大惊 莫得凝神俱异 真气流转 将那麻痹昏尘之意 硬生生地压了下去 过了片刻 方浮清醒如初 当下吐了一口浊气 看也不看他 继续寻找于世前 欧丝之也 月牙眼中 满是惊诧的神策 咬着嘴唇 骇怒交集 这小子分明已经中了自己 八十三种奇毒 三十七种蛊虫 怎的依旧浑然无事呢 难道他的体内竟有什么 必毒神物吗 他杀人无数 即便是北海真神 对他的古毒也有三分距异 不想今日 却遇上如此多多怪事 令他惊恼羞怒 束手无策 其知 拓跋也自从当日被大荒第一毒女流沙仙子 整得狼狈难言之后 体内便有了数百种奇毒 环环相机 以毒攻毒 以几近于百毒不侵 扑天之下 除了极少数罕见奇毒之外 只怕再没有什么能将他毒倒的了 欧斯之也见他丝毫不顾自己美色 对古毒之亲又安然无恙 大受其措 恼羞成怒 翻身跳了下来 叫道 吃奴 众女奴之中 一个黑衣女子缓缓地坐起身来 拓跋也眼光扫处 周身大震 心里仿佛爆炸开来一般 颤声道 尹师姐姐 心中默地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是啊 难道 他竟被主老妖贬为奴隶了吗 那女子背对拓跋也 瞧不清容貌 但肤白胜血 缠头下露出极柳火红绣发 身材婀娜 与语师妾极是相似 长袖滑落 素手中握取的赫然正是苍龙脚 那女子缓缓转过身来 铁链叮当脆响 脸上蒙了一个藤木面罩 只露出双眼口鼻 秋波成澈 熟无表情 盈盈跪下 低声道 主上 有何吩咐 声音冰冷 熟无跌宕 何与诗妾 那慵懒 娇媚的沙田嗓音 相去万里 拓巴也心下微微失望 但瞧她 铅柔玉手 优美不景 分明又是那颠倒众生的龙女 心中不由又剧烈狂跳起来 欧斯芝也笑道 痴奴 这人说 你是龙女呢 你是也不是 痴奴淡淡道 奴家只是北海真神的奴婢 与龙女相比 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岂敢高攀 拓巴也听她声音口气 与语师妾截然不同 将信将疑 心想 语师姐姐地位尊崇 心高气傲 绝技不肯受如此之辱 即便当真是她 与我相见 也断断不会这般冷淡平定 但瞧她手上的苍龙脚 绝非假物 心有不甘 正要说话 却见那痴奴 轻轻地将那藤木面罩 摘了下来 素面如雪 眉目似化 果然不是于师妾 心中失望之之 痴奴淡然道 公子想必 是见了这苍龙脚 心有疑惑吧 主真神 将龙女赐死之后 便将苍龙脚 转赐主上 主上见奴家 善于吹脚 便令我奏乐随行 拓跋也眼前一黑 如被当头棒击 张大了嘴 发不出声来 昏昏噩噩 如在梦艳木雕 泥塑似的呆立了半傻 突然觉得痛如心髓 仿佛被千刀万剐 肝肠寸断 啊的大叫一声 泪水沉沉而下 突然寒毛直障 感觉一道锐利无体的剑气 从背后闪电袭来 当时下意识地稍稍偏转 那痴奴眼波巨大 闪过惊怒黄巨的神色 诗声道 小心 那声音迥然变异 沙田娇媚 分明便是鱼诗妾 拓跋也脑中一亮 大叫道 是你 话音未落 胸间剧痛 一段幽蓝的剑光 从他右胸破体冲出 鲜血激涉喷露 刹那之间 他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却觉得死而复生般的狂喜 哈哈大笑 纵声大吼道 是你 莫得回首一查 真气狂猛进冒 那偷袭之人 闷哼一声 朝后摔飞 喀啦啦 一阵脆响 肆意撞断 浑身骨骼 再也爬不起来了 痴痴之声大作 剑气纵横 那些小精怪 交错飞舞 全力猛攻 欧丝之也笑道 想见你的鱼尸姐姐 那就到黄泉去吧 偏然后退 束手猛扯 痴奴景盛锁链 锁链黑光四射 痴奴 醋眉低吟一声 朝后飞退 凝视拓跋也的妙目 忽然泪光盈盈 悲伤欲绝 灯光忽灭 四周漆黑 那张雪白的容颜 一闪而逝 只听见一声 低气似的痛楚声音 金属乱撞的 叮当脆响 然后便是那凄厉 而悲怅的苍隆号角 此时拓跋也再无怀疑 悲喜交叠 朕必长笑 真气滔滔流转蹦舞 羞的一声 那惯凶而过的长剑 轰然倒射 穿透两名媚人 多得定入车厢内壁 震动不已 他身形急旋 左手抚胸 默念春夜绝 竭力愈合伤口 右手飞舞 断剑 闭光跳跃 纵横如电 刹那间 将冲上前来的重金怪 斩杀殆尽 伤口剧痛 气息差乱 默得闪过一个念头 绝不能让那妖女 将与师妾带走 奋力提气 想要追去 却突听当浪脆响 香门突开 九龙怒吼 几面巨大厚重的悬兵铁板 托飞而出 急撞而来 丁的一声 断剑 击在那铁板上 灯石弯曲弹舞 拓跋也此时真气已结 只觉距离当凶壮来 不敢应接 莫得阴势力倒 穿出车厢 朝后上方高高飞起 飘然跃上 桂格松的巨哨 当事时 天上黑云滚滚 太阳已露出一条 极细的红边 在这漆黑的正五天幕上 显得妖艳 而又诡异 苍龙脚 欺鬼迷离 瘦吼如狂 上方空中 那黑压压的层层云层 竟是万千凶兽 凶凶为击 四面八方 冲涌飞泻 咆哮狂躬啊 拓跋也翻身 跃上太阳乌背 正要去追那九龙飞车 却被数百妖兽 团团 团团围 不得不宁神 对抗 方山顶上 狂风呼啸 人影错分 真气激荡的巨大气浪 光湖 闪耀飞舞 如流星 如霹雳 将四下陡然照亮 见孤舍仙子 与入收尚且无恙 拓跋也心中烧安 那双头老祖呼嚎怪笑 龙京雅谷边 细光长达 十余丈 纵横飞舞 如飓风闪电 声势精神气鬼 孤舍仙子 与入收俩人合力 竟也不能讨得好去 二人还得全力对付 那发狂围攻的万千凶手 一时反倒有些捉襟见肘 拓跋也伤口火烧似的灼痛 索性非在要害 调息片刻 已将伤势震住 想着与失气 心痛难当 料定他必定是因为自己 被竹笼贬为女奴 备受折辱 以他的心性 方才不愿在此时此地 与自己相认 悲怒之下 便欲突围冲入飞车 抢回雨时期 但眼光扫见孤舍仙子二人 在双头老祖与北海诸寿的猛攻下 越发吃力 猛一脸神咬牙寸套 他奶奶的紫菜鱼皮 心合力杀了老妖 再救出与失姐姐不迟 料定只要不让北海真神 夺得三生石脱身逃逸 海神战车 必定不会撤离 杀鸡必谢 正要浮冲而下 呼听那 双头老祖 哈哈狂笑 高亢 阴冷之声 混在一处 说不出的难听 轰狼 龙鲸崖骨边悠然翻转 突然爆射出强烈的乌金色炫光 笛声震响中 那乌金色炫光急速膨胀 在半空中形成一只巨大的龙鲸形状 摇摆怒吼 万寿惊涉 紧接退散 那龙鲸身长足有二十余丈 龙林遍布 火眼凶光 巨口刀牙错立 前起掌如巨翼书章 仰头望去 犹如巨山横空 威人压顶 厉害玄龙京 拓跋也心下危惊 这妖兽 乃是大荒最大的凶兽之一 被他扫中 即便钢铁 也要化为碎段 当下不再犹豫 反抽珊瑚笛 凝集真气 绝技玉使珊瑚独角兽 与这妖兽拼死一搏 哇 厉害玄龙京 发出震耳欲龙的怪猴 突然朝着入收 与孤舍仙子 重重砸响 轰隆巨响 山顶灯石炸裂 巨石飞舞 尘土弥漫 莫得多了一个 十余丈长 三丈余深的裂坑 孤舍仙子二人 闪电似的平移飞离 堪堪避孔 龙京怒吼飞冲 横空摇摆 朝着二人狂猛地进攻 刹那间将他们逼得 险象还生 山崩地裂 气浪炸舞 桂阁松急速摇摆 万寿背后 畏缩不前 拓跋也 眯起双眼 驾鸟穿梭 如在惊涛骇浪中穿行 真气机声 横笛吹奏 金石烈浪曲 便在此时 那龙京突然高高翻卷 在高空之上 肆意舒展巨大的肢体 发出一声尖锐的嚎叫 乌京光芒刺目击舍 狂风怒卷 海上惊涛轰鸣 山谷渔渊 也巨浪翻腾 无数巨大的水柱 莫得冲天飞起 环绕方山密集林立 水柱喷到最高处 近飞乍射 宛如万千流星 从四面八方 倒冲入那厉害 玄龙京的喷水孔 龙京的庞大身躯 随即急剧变大 转瞬间便增大了一倍有余 于强哈哈狂笑道 金光神 且瞧我神经 如何将你方山 移为平地 鱼京 鱼京阴声笑道 可惜 可惜 从今往后 西海看日落 可少了一景了 拓拔也大害 这妖兽 倘若再变巨大 一击之下 只怕当真 要裂山平石 入手喝道 只怕你没这个能耐 突然白光大作 轰然脆响 骨骼急速暴涨 刹那间化为巨大的人面虎兽身 双爪紧握 金光大月 怒吼着冲天飞起 轮舞金光月 如电飞射 朝着烈海玄龙精 莽批而去 鱼京阴侧侧的笑道 吵死 手绝捏舞 磨得一抖 龙精雅谷边 滔滔黑光 顺着那谷边冲天而起 没入龙精急剧膨胀的体内 龙精嘶声狂吼 周身乌林陡然翻炸 黑光怒射 巨尾飞甩 朝着入收迎头拍下 拓跋也 只觉山月压顶 气息制毒 敌曲灯石定调 竟身不由己的驾驭太阳屋 朝下滴滴撞撞的浮冲而去 心下亥然 陡然抽携 不由为入收担忧起来 强起真气 敌曲高亢破云 即将攀升至最高处 孤舍仙子双秀翩翩 闭目真气 从他束手间化为淡绿色的丝光气带 缭绕飞舞 急速缠附在龙精的巨尾上 龙精怒吼 那巨尾之势稍稍一致 事实 当空那一线红日凸的从黑影中跳脱 变作一弯红弓 赤光闪耀 投射在入收的金光大月上 入收大鹤桃 金星流光破 当的一声 那金光大月突然爆占起炫目光芒 龙吟虎啸 如白红灌日 毁星冲天 休一声 淡淡烈薄似的声响 当空末的暴放开刺目难忍的强烈赤光 仿佛一朵巨大的银局瞬间怒放 轰隆隆 雷鸣巨阵 白光暴舞 冲击气浪 如飓风近飞 无数巨石炸舞冲射 从拓跋野四周暴雨似的冲天飞过 太阳雾嗷嗷乱叫 极被卷腻其中 拓跋野喉中一甜 强鼓真气 猛的将金石烈浪曲 吹奏到至高之处 红光闪耀 珊瑚独角兽再次怒吼着昂然月空 雷电似的击壮在龙京侧府 厉害玄龙京悲声思鸣 巨区陡然抽结 墨的震吼衰尾 层层乌光 惊涛野似的四下进武 山摇地炼 又是一阵狂猛摇晃 孤涉仙子的真气光带 灯石碎裂 焦躯为阵 成鸟悠然朝外摔飞 破拔野心下大惊啊 正要追去一看究竟 却听喷的一声巨响 那龙京悲鸣若狂 腹部磨得裂开巨大的口子 海水如滚滚天铺 飞冲而下 继而 拼拼联响 龙京的背脊 陡然翻裂 一道金光白影呼啸着 破体冲出 正是入收 他当空飘摇 雄为虎身突然扑扑纹裂 击射出无数血溅 势才奋起神威 迎面痛击 虽从龙京体内破川而过 却也大号真源 身负重伤 险些连金光月也把握不住 那龙京周身 几连战破 万千裂口如涟漪荡漾 体内海水四面 冲涌而出 光影涣散 急速缩小 北海真神怪叫一声 朝后飘退 龙京幻影 灯石破灭 重新化归为 银亮古边 闪电似的 急抽入寿 拓拔也 笛声机运 珊瑚独角兽 立时怒吼扑剑 将那龙京雅谷边 疏然荡开 激震之下 拓拔也气息翻涌 险些晕厥 而北海真神 此时也如强弩之末 大叫一声 继续朝后飘退 刹那间 四人都以身负内伤 飘摇各处 当事时 山顶突然阴风大作 鱼渊之中 一道紫黑色的真气 斜冲飞天 漫天喷涌的海水 陡然重新 螺旋集结 化作一条巨龙 轰鸣咆哮 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四人同时 飞旋横走 拓拔也大吃一惊啊 莫得想到 是那消失不见的 神秘飞车 奋勇真气 吹笛玉兽 阻挡于自己身前 眼前一黑 骨骼仿佛散裂一般 轰隆巨响 随着滚滚水浪 冲天飞起 索性 一则有珊瑚独角兽 阻挡在线 二则有定海神珠 借势随行 终无大碍 放眼望去 果见那六架浮龙的灵形飞车 无声无息 幽灵似的从余渊中破浪冲起 风驰电车 刹那之间略到贵阁松下 门帘飞卷 两道黑光电射飞舞 直批在无忧泉水 轰然巨响 水花几色 一块三尺剑方 一尺来后的淡青色玉石 悠然抛转 随着那两道黑光 朝车中急速飞去 螳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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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雀在后 这丝果然是趁着众人两败俱伤之际 突失暗算 抢夺三生石 拓跋也心下大怒 玉鸟急冲 纵声笑道 趁火打劫 其心可重 默念心心相应绝 笛声如山红飞蟹 凶凶磅礴 他虽然真缘大好 但以心心相应绝 欲使这凶狂恶兽 却是驾轻就熟啊 珊瑚独角兽呼吼声中 凌空飞舞 青光暴徒 接连轰炸在那菱形飞车上 但那飞车似以制钢金属所致 威然无损 珊瑚独角兽凶性大发 咆哮跳跃 当头撞去 独角默得顶穿车壁 轰然巨响 车身黑光暴放 默得翩翩进炸开来 珊瑚独角兽惨嚎一声 道飞而出 红光幻灭 陡然收回珊瑚底内 三道人影 也从那车中跃出 邪报三生石 雨风飞行 北海真神怒急返笑 横空阻击 海神战车内天鼓咚咚 号角齐厘 团团盘旋上空的万千凶兽 如得神欲 重行咆哮 俯冲而下 气势汹汹的朝那三道人影 围击堵截 拓跋也身形 极悬了数十圈 方才将珊瑚兽带来的 巨大反撞之力 消泄殆尽 强行调气 驱鸟前冲 却见那三人 飘然挥洒 黑光 白气 鸿芒 纵横交错 气势 雄魂狂猛 刹那之间 便从万兽群中 轻易突围而去 拓跋也心下大旗 以彼等真气推断 那三人赫然竟是 水金火 三足高手 真元强猛 至少都在仙级之上 其中似乎 又以那头戴黑厉的 水足之人 修为最高 但三人举足 头足 鬼气森森 阴邪妖异 每一招事 似是而非 竟不像人间所有 大荒之中 仙级以上的高手 不过百人 不知这三人究竟是谁 身不同足 竟勾结一处 做着令人不齿的 盗贼够大 正字诧异 只听北海真神 节节怪叫 当空昂然疏僻 光芒要射 长雨淋漓 刹那间化为 巨大的双头人霄 巨翼铺击 黑光如雷鸣电闪 与那三人激斗一处 战不片刻 那头戴黑力的怪人 突然翻手一场 乌光怒放 幻化出一只 巨大的龙头怪兽 轰然 猛击在北海真神胸上 这一掌 快遇闪电 变幻无端 诡异已及 北海真神鲜血喷涌 冲天飞起 惊不惨叫道 你 已是 海剧已及 两个头颅 瞪大了眼睛 剩下的话 竟说不出口 怪叫飞腿 拓跋也惊骇难易 此人究竟是谁呀 竟能将 卫烈大荒石神的 双头老祖 数招之内 打得崩拜 京步 狼狈如此 此时 身已冲到 三人之前 心中巨异 一闪而过 豪气 冲涌 纵声 长笑 挥舞 无风断剑 如银河飞旋 闪电 交叠 此时 空中 红日 莫得 又跳出 一线 七彩阳光 缤纷耀射 天地 陡亮 阳光照射在 剑光上 炫目反射 恰巧将 拓跋也等人的 脸容 照得一片明亮 那头戴 黑力之人 扭头 阳颈 朝他望来 面无血色 形如 强尸 一双 空芒的 眸子 胸光 笔线 莫得 闪过 亚异之色 哑声 好小子 又是你 拓跋也 默得一阵迷糊 难道自己 曾见过此人 面头未已 却见那人 嘴唇 吸动 似乎在念诵 什么法学 突然 周身巨痛 仿佛 有千万只虫子 同时咬饰 大叫一声 险些 从鸟背上摔下 心中 默得 闪过一个念头 九名尸骨 这恶人 在施法 预示 自己体内的尸骨 难道此人 竟是放骨的 幕后 元凶吗 但片刻间 体内剧痛 突然减弱 念力所及 那些骨虫 竟似死了一半 原来 这些尸骨 虽然恶毒 却敌不过 拓跋也体内的 万千剧毒 早已死绝 纵有孵化出的 新虫 不消片刻 也必定 毕命 拓跋也 又惊又邪 虽不明 所以 但此时危急 不容多想 猛的奋起神力 大喝他 是我又如何 断剑 如霹雳流星 疏然刺出 扑斥 闭光如电 瞬间穿透 内人胸膛 当的一声脆响 其夜下的三声石 也被陡然阵裂 坑然 碎为几块 内人移了一声 竟浑然无视 哑声祈祷 好小子 果然有些门的 不愧为 我青木鬼王 突然 一掌拍来 气浪暴舞 仿佛一只巨大的龙头 咆哮咬式 拓跋也大惊之下 抽离断剑 莫得转动定海神柱 奋力朝后飞逃 犹以迟疑 护体真切 陡然破裂 宛如万千冰冷毒蛇 疏然从自己万千毛孔钻入 撕裂般的剧痛 急速朝丹田与心脉窜去 周身差时僵硬 阴森诡异 当事时 腰上突得一紧 被万千丝带 牢牢缠扶 猛地朝后脱飞 一股清雅淡薄的真气 如春风拂面 悠然吹过 竟是孤舍仙子 及时赶到 痴痴轻响 那邪义气浪 被孤舍仙子锁着 陡然抽离而去 黑历人黑然怪笑 莫得朝后飞退 拓跋也 周身疏然轻松 想到自己势才一脚 已踏入了鬼门关 呼得一阵惧怕 吐了口气微笑道 多谢仙女姐姐 孤舍仙子淡淡一笑 丝带飞卷 缠住她的手腕 一起骑鸟追去 那三人欲风急飞 万寿抛飞跌散 刹那间便已冲到 方山悬崖 一道人影忽然 从崖下冲起 哇哇大叫道 臭小子 我来了 正是夸父 恰好与那三人迎面相撞 黑历人二话不说 迎头便是一场 夸父大怒 叫道 揽木奶奶不开花 也是一掌击触 闭光黑芒击壮一处 轰然四镇 蓝紫色的冲击光波 团团进舞 俩人身形聚化 各自朝后退去 拓跋也大喜 叫道 疯猴子 你来得正好 他正要和你比斗呢 说你差劲至极 是天下第一等的臭蘑菇 大草包 见夸父已经气得 哇哇乱叫 又加了一句道 你若能将他 嘎吱窝下的石头 抢了过来 那就赢了 夸父怒道 他奶奶的木耳蘑菇 我连他的嘎吱窝毛 一起揪下来 他追日输给拓跋也 正自灰溜溜的运脑 眼见此人 竟敢在针尖盲头上 挑衅笔动 那还不憋足了劲 正回面子呀 当下 挥舞背上的怪兽 呼嚎怪叫 全力激动 拓跋也见他挥舞的怪兽 乃是一独角驼龙 根本不是柯汉怀 所画的墨语 心下猛的一惊 叫道 疯猴子 那只龙头怪兽呢 夸父甚是尴尬 道 懒木奶奶的 半路上让一个白衣服老头 抢走了 话音未落 哀忧一声 已被黑力人掌刀扫中 哇哇大叫 不顾拓跋也全神贫头 拓跋也心中惊怒 不知那白衣人是谁 竟能从夸父手中夺得墨语去 那人抢了墨语 又意欲何为呀 夸父俩人瞬息间 便激斗了数十回合 气浪崩飞 三十碎裂 其事足可惊天动地 上空群兽肝胆尽寒 团团围伍 不敢上前呢 太阳徐徐跳脱 天地越来越亮 山顶上满是闪闪金光 拓跋也 孤涉仙子并肩齐飞 与另外两个黑衣人交手激战 一时也不能分出胜负 那一侧 北海真神与九龙飞车 也急速追来 唯有入收身负重伤 昏迷在地 迄今未行 夸父突然大叫道 我知道你是谁了 你是昆仑山下的狮子脑袋 那黑历人目中凶光大漏 哑声笑道 给你吧 突然将腋下夹着的半块三生石 摔给夸父 夸父一愣啊 大喜过望 丢了怪兽尸手 抄手将玉石接住 大笑道 我赢了 我赢了 话音未落 那黑历人突然低吼一声 身形如黑烟扭曲 默得化为悬蛇黑龙似的怪物 笔直的怒射向夸父胸腹 真气狂猛 雷霆万钧 突然惊天动地 蹦爆开来 夸父心机单纯 见他已将玉石抛来 直到他已认输 正自得意 哪想他竟会突下毒手 惊骇之下 破口大骂 芒不迭地将三生石往空中一抛 飞也似的朝后奔退 他奔行几块 竟后发先逃 有惊无险的闭了开去 三生石原已被拓跋也断剑阵裂 此时抛飞上空 灯石化为四五块 离散开来 在阳光中闪耀着绚丽光泽 俩人一领 纷纷急冲飞天 抢夺玉石 孤涉仙子气带飞舞 疏然卷住一块 北海真神的古边 霹雳似的横扫而过 也卷住了一块 余下的三块 却被那黑利人探手一抓 疏然卷回 黑利人哈哈怪笑 不知失了什么障眼法术 突然狂风大作 凭空消失 那两人也随之如青烟消散 转瞬无形 只有那嘶哑的笑声 依旧在山顶回荡 北海真神被黑利人 重挫之后 肆以心智恍惚 斗智全无 此刻得了三生石 再不停留 怪笑声中 莫得如电穿行 冲入战车 九龙怒吼 冲天而起 急速离去 拓跋也心下大吉 施声叫道 与师姐姐 驱鸟急飞 却再也追之不上 天海一线 眼睁睁地望着 那战车消失于 遥远避浪之中 阳光耀眼 大风呼嚎 避空中黑云渐散 万千北海凶兽 纷纷钻入海面 水花朵朵 展开战密 漫海碧波 闪耀着亮白色的光芒 拓跋也在西海上空 奇鸟盘旋 心中悲苦悔恨 如积石欲垒 急欲痛哭失声 世财相隔咫尺 此刻却已天涯 不知何时何地 才能与他重逢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